其實大維哥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當你在這個有效的預算範圍之內 你能夠買到最高CP值的車款 尤其是安全的部分 如果說它完全就搭上了 而且新年式 你已在這個價格帶上面 能夠買到這些安全 我們當然要實際的上路 幫大家測試一下 這些安全你在上路的時候 是不是很有感 還有CODE PLUS實際駕馭起來 是什麼樣的感受呢 一起到外景去試駕吧 冠儀 要成為一台秤職的都會用車 我想行李箱的空間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會買這類集聚的消費者來說的話 一定會在意後座的表現 甚至於在後行李箱的空間上 容積到底大不大 是 這台車我告訴你 它擁有620公升的一個最大的 行李箱載運能力 比中型修理車還大喔 對 我也覺得很訝異 要不要打開來看看 但是它除了這個容積非常大之外呢 它還擁有多元化的一個變化 例如說它擁有的是遙控電動尾門 對 你看 兩下 按兩下 對 電動的這個尾門就打開了對不對 對 而且用遙控的方式就可以辦理 所以你一定會想這樣的一個尾門啊 打開之後行李箱怎麼會有620公升呢 其實它應該有很大的一個變化對不對 對 關於沒錯 你現在看到我們行李箱的底板非常的平整對不對 對 但是相對而言看起來也很高 對 其實它是有多元化的一個變化 我現在示範給你看 你輕輕這樣一拉它就掉下去了 我只要輕輕一拉就可以把整個行李箱的底板給降低 而且行李箱底板降低之後啊 還是一樣的平整 對 而且其實它這個高度大概有14公分 等於說你要放比較長的東西 或是比較高的東西的話 就可以有深色的空間 沒錯沒錯 那當然啊 如果這樣的空間你還覺得不足夠 通常我們會怎樣 把後座的椅背傾倒 以便來放更大的這個物品 那這個時候呢 有一鍵傾倒功能的設計 這裡也有啊 對 就非常的棒 拉一下 它的後座就會直接快速的傾倒 這時候就非常的方便了 哇 這台車 CV17真的還蠻高的耶 沒錯 有這麼多的變化啊 沒錯 沒錯 那再來我們就開車吧 好 走 不然那Mitsubishi Coe Plus呢 除了有剛剛很厲害的遙控車 電動尾門之外呢 它其實也是免鑰匙進入的系統 我們只要按一下車門把手的小黑點呢 就可以很輕鬆的解鎖上車啦 欸 超便利的 冠儀 進來車內你就會發覺 這台 Mitsubishi Coe Plus 一樣是採用免鑰匙的PUSH Star系統 有PUSH Star 對 欸 盲點偵測耶 那個偵測鑰匙上面還有光臉偵測的指示耶 不錯耶 這個價格大概可以買到 是啊 沒錯 走吧 那Mitsubishi Coe Plus呢 它搭載的是一具1.5升的四缸引擎 那有提供的是這個112匹的一個最大馬力以及15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其實呢 對於這樣子一個都會用車來說 我覺得這樣子的動力已經是相當的秤值了 再加上它這次用的是這個CVT的五段變速箱 所以傳遞效率也不錯 而且這一具CVT變速箱啊 還有模擬七速的這個Sport Mode手自排的系統 真的假的 這個真的這麼多 只要把這個排檔桿往我這個地方一撥啊 這個地方你看現在我的儀表已經是 突然之間有一種擋煞的感覺 五檔那我再往上推 你看 往下降檔四檔 所以即使開這樣子的小車來說 它一樣有一些駕馭的樂趣啦 就是說你偶爾想要來感受一下這個換檔的感覺呢 或者是你要爬坡的時候就可以有這樣的東西喔 沒錯 那這具變速箱其實有非常多的一個優勢 譬如說它的這個我剛剛講它的傳遞效率好 譬如說它的這個動力傳輸的耗損是相當的輕微的喔 那所以你看我們現在起步 其實它的起步非常的輕快 對 因為以在多會聽聽走走來說 它的扭力表現跟馬力相當足夠 更重要一點啊 埃大買這種車的人應該會比較在意油耗 那以這個如果說是Eco Plus這個時尚型來說啊 它的平均油耗可以達到每公升行駛16.1公里 喔 這個表現喔 對 15以上其實都已經算是優等升了喔 對 15以上就已經非常厲害了 對 對 對 那剛剛我講的這具1.5升的四缸引擎啊 一般的引擎採用的這個正式是皮帶的系統 對 那我們知道皮帶系統必須要定期的做更換 對不對 而且它的壽命大概會比較短一些些啦 那以Eco Plus這具四缸引擎來說 它用的是鏈條帶動的這個正式系統 喔 用鏈條 所以表示呢它可以使用的期間也會相對比較長一點 對 它的耐用度呢 會比一般皮帶型的正式的這個傳動方式呢 來多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地方呢 也是讓消費者呢 你買車的時候可以減少 你整個用車時候的一個這個負擔 對 而且加上其實新年式 Copras它還蠻有競爭力的 除了包括它的懸吊系統 我們坐起來我覺得感覺也還不錯耶 不過因為它小車就超級跳 基本上這台車就是前麥花城 後扭力量的一個設系 那現在呢大家對於這個 不管是扭力量還是麥花城 大家都很非常的了解 對 有跟著你什麼 其實操控性的表現呢 也算是這個足以負擔整個 都會行車的一個使用 一般時間的用車來說的話 這個是還不錯的選擇 對 關於剛提到新年式的Copras 對不對 現在已經是2020年啦 那其實新年式的Copras 除了標準配備了這個 TCL的循跡反壓控制系統 這個對於濕滑路面上的這個行駛 有非常大的一個安全輔助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叫做 ASC的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對 那這個動態穩定系統呢 其實可以去修正所謂的 我們的轉向不足啦 或是轉向過度 它會去控制我們的這個油門剎車 讓你車身更穩定 對 讓車身更在我們預期的一個 行駛路線上面啦 嗯嗯 而且其實我覺得在車內的隔音效果啦 現在很多很多的車 不論你是什麼樣價格帶的 好像在隔音的工程上面 都有精進很多喔 因為現在人要求生活品質嘛 以前認為說車子只要能開就好了 當然現在每個人買車 都希望自己的車能夠 越加著舒適越加豪華 當然是越棒 所以在車內呢 這個隔音的一個表現 就相對來很重要 Copras也有增加 對 它做了15項的一個這個變更 包含了吸音 隔音 以及減震工程 所以我們在車內的這個乘坐品質 可以大幅的提升 你看如果外面的音 我們把它隔絕在外 那傳遞進來音 又透過吸音的材質 能夠把這個聲音抑制掉 然後再來一些什麼 所謂震盪那種頻率啊那些 都靠減震工程 可以把它克服 這時候當然在車內做起來 整個乘坐品質 行駛的狀況 就會相對來的好 除了艾達你剛才講的說 這一次Copras啊 它在新年式啊 真的競爭力其實很多 什麼車身動態啊 循跡繁華之外 好像是不是還有一個 就是當你緊急煞車的時候 它後面方向一直這樣 你緊急閃爍的這樣 喔對 這個是一般在比較高級的車上 才有的配備 那其實這一次我們剛剛講 除了操控啊 行入性啊 競速性啊 安全表現 這個部分都有強化之外 像這一種所謂的 這個主動安全的配備呢 新年式的Copras也有配備 它在這個叫做一個 ESS的智慧型緊急煞車警示系統 也就是說我們行駛在路上 遇到緊急煞車的狀況之下呢 我們的這個雙閃燈會自動快速閃爍 用意在於提醒後方的來車 我們現在前面緊急煞車 你不要追撞上來 喔 瞭解 這個配備真的也滿貼心的 那我等一下來試一下 真的嗎 哈哈哈哈 好 可以試試看 不然你剛剛講安全配備 其實我覺得Mitsubishi的Copras 在這個安全配備上算是還不錯的 那舒適配備我覺得也滿不錯的 尤其是像它這邊 你看恆溫空調系統 然後這裡啊 包含了這個停車雷達 PSSW的盲點偵測開關 那個循跡防轄系統的控制器 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它的旅程電腦 我們在這地方設定可以看到這個 平均油耗啦 還有這個旅程啦 水溫的一個顯示啦 或者是行駛時間的一個控制 在這個地方都相當的不錯 那再來 我們現在又要停斜坡了 對 斜坡起步輔助嗎 它現在也標準配備了 HSA的抖坡起步輔助系統 那我現在要放開煞車 你看算兩秒之內的車子都不會下滑 一秒鐘兩秒鐘車子沒有下來 OK 我們踩油門 就直接順順的就可以上坡 因為這個時候呢 有很多這個上坡起步恐懼的駕駛人 你駕駛這種車輛 你就完全不需要擔心啦 尤其假日的時候 你去一些遊樂設施比較多的地方 然後可能有一些什麼 要爬山 陽明山什麼之類的 很怕那個在陡坡的時候突然停車 塞車 我要緊急煞車喔 喔 真的煞車 煞車 喔 好可怕 等閃了吧 對 後面燈就一直狂閃了 警示後面的車不要追樁 是